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香港時間早上 這次主要是香港觀眾 加拿大觀眾 之前我剛剛過了我的直播 但是你想看我的直播的重溫都沒問題的 會員版 那年費就70英鎊 或者130元的價值 或者140元的股票 你過了數過我就幫你做 如果你是用信用卡的那些 月費的話 就什麼國家都可以 除了香港 因為我在香港我是咳了 你在香港可以看 但是付款就不要經香港 現在對你有點風險 所以現在你還住在香港 沒有西方國家銀行戶口 你找我試 我都說了 會員版 我打算收購2000多個會員 我就不再收人 記住 就是如果我快要收人 那時候 你應該快點動手 因為我會設定 剪掉時間 因為我的理念 有點不同 在開始之前 有些要駁斥 如果你說黎智英案 西方國家很忙 有通帳有什麼 就不用找人幫忙 誰再說這句話 或者說那句話 後面的老闆 應該我去掌醉 OK 我知道有人是很不想黎智英說的 但是假裝了 嚴重自由鬥事 一個姓黃 一個姓鄭 你自己這樣 這兩個都是人渣的 但是Anyway 這就是言歸正傳 Donald Trump 接受了一個保守判明罪訪問 那時候 他就說到有關黎智英案 那黎智英案的時候 那個提問是這樣的 他說 你知道有一個人叫黎智英 他對世界和美國的天主教徒 都很重要的 他是香港的天主教徒 而他們都知道 他是一個 了不起的出版人 還有像你那樣的 億萬富翁 現在習近平就要困他坐牢 你想你回到總統之後 有沒有辦法跟習近平說 令到黎智英能夠 離開監獄 甚至離開各個國家 當川普覺得很爽快 100% Yes 然後我的主持人說謝謝 但是 川普說了一件事 你不要忘記 OK 其實這個反應他要明白 是很爽快的 嗯 在那時候 之前我帶過一些籃球員 過去中國 你知道籃球員 有些 有些籃球員 在 LV 和一些頂級的頻道 偷了給你自己 是不是 是不是 當時 他們還是等 被選拔 做選拔 做成為大新聞 OK 而且中國這種事情 會自動判錯十年 但是我把他們救出來 我跟他們說 幫個手啊 放他們出來 他們是跟美國國家的籃球隊 來的 當時美國 美國隊是在跟中國比賽 OK 他們因為偷東西被捕 被人捉了 我幫他們解困 都算輕鬆把他們 帶出來 我請對方幫我看 然後我主持就隨即播 如果你能夠幫危機出來 這個將會是全球 自由的一個勝利 他年紀大 他應該來美國 OK 跟著 Donald Trump 說 當然 100%可以 我一定會讓他來 應該不會太難的 但是現在我們 一個會談這件事情的人都沒有 我們根本沒有人去跟他談 其實他真的遠 拜登政官根本沒有進入研究 李子英 我想 Donald Trump 不是貪口爽的 他現在說 他發自愛心 因為 你知道 黎智英想過FORCE FORCE 要你記得這個背景 黎智英的格 其實跟 Donald Trump 的格 都相似 都相似 都有點相似 會英雄送英雄 這個 所以 當然另一件事情 是 Donald Trump 是很積極 爭取美國天主教徒的支持 這個也是 真的 美國天主教徒是有一定的樣子 基本上 Trump 表面面一陣就是 我肯定會營救李子英 這個他也覺得他自己做得到的 營救李子英這個問題 這個 你可以這樣看 魏智英案 如果是Trump 上台 將會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在中美關係上 以至47日案 OK 你可以看到 其實 Donald Trump對中國 那些立場 都很清晰 有關香港的事情 一提就提到 直接主持人的批評就是 美國好像放棄了李子英 我想這個也對英國造成很大的 因為李子英是英國公民的 你說美國那麼多問題 Donald Trump 也沒有 他說得很爽快的 所以我 我希望不要再有人說 有一些所謂的手足在說 美國人哪有那麼空 外國人哪有那麼空 我真的覺得是舊的 我真的覺得 足夠的 我想這件事上面 我想大家應該可以 從特朗普的聲音 可以 我不是說 當然 如果你是美國公民 香港的美國公民 我是外國人 我不方便發表意見 對他的投票意向 但是 你可以 賀錦麗 是香港人權及民主法的 其中一個草野人 OK 他跟Marco Robey合作 特朗普呢 就是制裁那一派 用那條法律 例如巴教官 以及他明確答應 會告外子英 我覺得可以找人 問 詮咪雞的問題 同一組的問題 問問一下 究竟他會怎麼樣 我覺得是可以的 OK 我這個不表明我特別立場 特朗普的考慮是什麼 一方面 當然 當然 是 是 我要爭取天主教普票 OK 爭取那些 資源美國保守價值的表 其實美國保守價值 都不能叫保守的 其實 美國有 其實 黎智英 黎智英是很信奉海耶克 那我近來我就 因為你知道其實 海耶克來自德語區 他來自澳地 澳國河派 不是 其實他是源自於 你說香港蒙發其中一個根 其實是德語地區 黎智英其實是把德語地區 是來自維也納的自由 自由主義的傳統 發揚光大的人 OK 當然維也納是一個很複雜的東西 就是德語地區 不單止是德國的 我希望 就是 所以那個什麼 劉德 X談那個 我真的覺得 那個就是看到我火 眼火 火都來 德語區比你想像中 複雜很多 我不是說德語很厲害 我當然不是 但是德語區的文化 不會只是德國 德國也不只是一塊 我希望 我也要說得很清楚 德語地區 德語這件事 德語國家這件事 是給大家想像中複雜很多的 不只是香港文化 有些血液上來自德語國家 而最明顯就是 就是 海夜黑網紅也知道 說那種 自由主義的 那種自由主義精神 但是特朗普的一件事 你要看回他之後的問題 OK 那個主持人是問 誰會是後任的國防部長 他講的 所以,先生,我相信 所有事情都會把中國 從避免台灣 那些人說 如果台灣入侵 當川普的200%回到 那些人只是我那段來說 但是我想 川普對保守派 傳媒的那些訪問 是更加值得大家注意的 因為那些是真心話 那些也是對那些貼票負責 他是會考慮 他為了阻止中國打台灣 這件事上 我想他是認真 他講 以及 現在 伊朗肯定死定了 OK Depends upon your Secretary of Defense OK 那他那裡有一堆人選 就是 A lot of friends who are on your list OK 就是 Mike Pompeo 其中一個是Mike Pompeo 國防部長 Mike Pompeo 另外一個是Tom Cotton 另外一個是Michael Michael Michael Watts 你這樣一下 這群人 全部都 似乎都 都 你說 都 都對中國 不是很好 是 就是 你想想一下 現在 他 這個 例子裡面 OK 他沒有 那些小朋友都 怎樣 就是 你全部 你都 你都 猜到什麼 他有分 提出一些 就是 卡得了中國的法律家 你 你 你聞到那股表情都知道 其實 現在 特朗普 要考慮 他的 而且剛才我 說的那個 他是有 怎樣 有關 對港版國安法都很不滿 他都說了 Stand with Hong Kong Stand with Hong Kong 那些 你想一下 你想一下 你 你將 你將會 你將會面 面對一些 就是你BBC 怎樣形容 就是你這個 你可以想到 你之後 之後會是一個什麼 世界 這個 他不是一些簡單的人 所以我說 現在 你可以 你想一下 將會 就是 你看回 他 他對香港的合罪 是硬的 硬的 所以我想 如果 你可以 這樣 可以思考一下 就是 如果 這群人 做國防部長 我想 有機會是龐貝奧 做國防部長 因為 對國會來講 如果那些非正常 Tom Cotton那些 其實不應該離開國會 米龐貝奧 不是國會議員 OK 他沒有國會議員身份 他現在是 智庫 智庫 如果米龐貝奧 做國防部長的話 龐貝奧 你都應該會看到一些事情發生 其實 Donald Trump 後面 其實 你看一個提問 你也會想到 Donald Trump 說 幫我忙 放一下黎智英出來 他後面有 非正常 你這樣 Donald Trump 幫我忙 你不如放一下黎智英出來 後面整對飛機大炮 他們說 幫我忙 你不要跟台灣打 後面是整對飛機大炮 這件事情 對習近平 聽得懂 飛機大炮 他聽得懂 因為幫我忙 是偽貌的 笑笑口 他做刁 但是你也知道 他全是甚麼 如果 如果 做國防部長的話 Tom Cotton 做國防部長也很麻煩 但是 你也知道 他其實是香港自治法的 那個人 你這個人 你也預計了有大問題發生的 也不會有好事發生的 你也預計了 Donald Trump 政府會變成 一群人 都應該是一些 對中國很友善的人 所以如果 我會覺得 如果中國政府是聰明的 其實應該 現在就放到 黎智英和40相 甚至 暴動罪語的手足 都應該都放出來 我覺得聰明是應該這樣做 因為如果 川普想 我現在 中國深圈圈的人 就是想著 如果何錦麗上台 就應該沒事的 我覺得中國是這樣的 就是 中國會捧 Donald Trump 我 我 我 看黎智英 這件事 立場 那中國也不會想 Donald Trump 上台 我這樣 不會 我這樣 找同一個 當然我也是 找同一組問題 問問 何錦麗 會不會比較 fair 找同一組問題 就是 找一些雙熟的美國傳媒 問何錦麗 怎樣 怎樣 研究黎智英 將會有一個頗好的記憶 我覺得 就是 看他的 tone 那些 當初是給大家 他有信心的 他很想做這件事 OK 他是當成美國人這樣救 你記住 你知道 那些籃球員 那些籃球員 當然是衰了 偷東西 衰偷東西 那些 其實 你可以不救他 但是 現在 當然黎智英 不是衰一些犯法的事情 他是為了捍衛自由 但是 當初 而且是帶他國為美國居住 這件事 如果真的 當黎智英 最後離開香港 而且去美國居住 我想 對英國來說 也是一個挺收家的事情 我不知道 有沒有英國政客 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 但是如果是這樣 我覺得極會收家 你記住 黎智英是持有英國公民護照的 跟我一樣 但是最後 如果一營救黎智英 那個是美國政府的話 我覺得這件事 瘋了 當然我覺得 特朗普也挺好興趣 興趣 威樂 工黨政府面 我也覺得 我也覺得 你知道他是方丈人 你工黨派了這麼多人 還是怎樣 走去拆他的台 的話 是有consequence 我想其中一個consequence 就是他會令到極為面貌 我更加不要說 trade deal 當然我要先扔掉選舉 因為抵抗得很緊 我覺得真的 香港人可以問 問何 會不會正確 OK 你怎麼看黎智英 你黎智英 如果這樣的情況 有什麼做 是可以問的 尤其是有美智的那些 你不要聽某些人說 西方很忙的 沒有關係 如果有人說這些話 你今晚是黎智英 我 為什麼英國人這麼緊張 他是英國公民 英國會議 對不對 因為英國是公民 受困於香港 因為這條這樣的 什麼廣北國方 這條這樣的垃圾法 對不對 而且是中國違反原合聲明 但是天公地道 這個人應該協助 是不是 就是有些人是口大中華交的 或者其實是共產黨 OK 你還有一件事情 看看Trump的中國合作 Trump Trump 是 大家都知道 雜事肺炎 害到 Trump 雞毛牙筆 的 Trump 是想報復的 其實你看看 共和黨裡面的一些法律 Mike 你看 一件事情 為什麼會突然有一個中華州 有這麼多反華的法律 在眾議院 因為這個是 Mike Johnson 就是這個眾議院的 是執行Trump 意志的人 他是一個Trump的支持者 來的 你現在 你其實 對付 對付 是Trump 的一個很主要很主要的課題 因為 你說普京 當然 有些人對 Trump 的親俄賊 差不多不是很放心 但是 有一件事情 俄羅斯如果後面是中國 Trump 是不會捨普京的 我覺得這件事情很清楚 如果最終極敵人 是習近平的時候 我怎麼會 射普京呢 而且你也知道 Trump 經常都是這樣的 說我跟他很友好 然後就刀他兩刀 他做總統上鑊也是這樣 他不是第一鑊 他有很多鑊 所以 所以我說這件事情 Trump 的對話立場下 他說 剛才的主持人問得很清楚 是 阻止台灣 中國入侵台灣 阻止中國攻擊台灣 如果是這樣的話 他也知道 如果台灣遇襲的話 美國一定會出手 他說台積電的問題 其實 Trump 也不是傻的 他知道台積電的事情 美國還不是 他知道的 難道你走去扶那個 完全不成氣候的Intel Intel 真是令大家很失望 但是很砌 以前砌機的時候 AMD那些U 有人很有鑊氣的時候 那我就砌Intel U 為什麼 Steve Jobs會用Intel U Intel U 那個人是沒有鑊氣的 為什麼要搞這樣 就是退步 老實說 這些真的 有時候真的要自我檢討的 那些 Trump 很清楚 如果中國 是不合作 他一定會出手 關稅只不過是一個前奏 關稅不會真的入侵 那一刻才加 我猜特朗普 如果特朗普覺得有不來 他就會離關稅 或者離制裁 那些厲害 所以你說黎智英案 會不會觸發 就是成為中美關係 一個 一個Turning Point 其實你都可以看到 黎智英案已經不是 純粹黎智英 一個人的安危 那麼簡單 黎智英案 可以是 Test 英國總統候選人 對香港好 可以Test 哪一個人 真是對中國強硬 可以Test 哪些人 根本上是 是扮演自由鬥市 可以Test 到很多東西的 甚至它已經影響到 它是中美關係 如果真的突然間有什麼 sparking 某些東西 它就是 觸發點 很危險 我可以來自行 自己有沒有想不到 你說什麼 歐傑外國勢力 那些 很好實 歐傑外國勢力 老共事 是老祖宗 中共是 中共第一大戲 在共產國際之下搞出來的 你把歐傑外國勢力 給整班共產黨 是貴乖先說 馬克思不姓馬的 OK 你記住馬克思不是姓馬的 他們 黎智英案是一個很重要的試感性 如果我是香港商界 就求神拜佛 跟中國政府說 放了黎智英 你以前 你怎麼封殺《蘋果日報》的 我不理 你為了自己的生意 你以後還可以跟美國做事 做生意 OK 你為了港元的錢 你為了什麼都好 你跟中國政府說 放了黎智英 廢除《國安法》 不要再搞這些事情 不然香港經濟 不要說香港經濟 是中國經濟一拼眼炒 OK 那些 那些 當然香港沒有所謂 香港也預了眼炒 是不是 那就是 你習近平 你自己這麼清楚 或者你的商界的人士 你自己這麼清楚 你這些商界的人士 以前很討厭黎智英 黎智英 黎智英是金斯爵 他現在就是 黎智英一天在 OK 黎智英一天還可以搞其他一步 民主派一天在 OK 西方國家不會怎麼去香港 你香港可以繼續做生意 你現在動了所有這些事情 這些金斯爵 抗坑金斯爵 死了 那西方覺得 你會反調 你對著 特朗普生意外 來的 生意外 不是為了事實 NO 生意外 亦是承認的 你自己這麼清楚 就是你有沒有覺得黎智英 審寧訊 就是有些人 都按住黎智英的寧訊 就是看他怎麼死的 他的心態 不是的 根本這件事情 不應該寧訊 根本就是應該馬上叫他放出來 與其的話 就是為什麼 好像 拿一些國安案件 好像怎麼當自己國安專家 不如這樣 你不如搞清楚這件事情 要求就是中國政府壓迫放人 製造預言力量更好 就是 黎智英安很快會是一個 將會 特朗普上場的話 就會是一個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當然你說何錦毅上場會怎麼樣 我沒有水晶球 這個要找人問他 這些事情也應該有人問他 有記者去問他 問清楚 但是我個人就很感濟 一些美國的保守派的評論人類 和媒體 他們願意 認不認識香港 就是 有時候這些事情是要感謝他們的 也都那些左鑑 不要有時候說 咬自由 主張自由經濟的人 其實他們 主張自由經濟的人 其實他們 主張自由經濟的人 真正主張自由經濟的人 在現論自由 這問題上面是站得很淺的 而且很堅定 你不要忘記 很多主張自由經濟的人 OK 即是這份包可惡客 都是 因為受過 即是 你知道 德宇是出了最經典的Moto 在希特拉的 OK 很多是 本來在 奧地利 或者德國教書 最後 要離開 要離開這個 要離開這個 奧地利 即是德語區 去到英語地區 OK 本來海耶克 不是英國人 寶華海耶克 是奧地的人 OK 但是我這件事情 我也要 要 講得很清楚 就是 他在 讀書 但是 他就變成 學校 然後他就入了倫敦政治 經濟學院 接著就 接著就 在 英國教書 OK 通往無易知道 當然在 通往無易知道 這本書 其實某程度上 反映其實是 對德語區 一些文化 一些事情的反省 這個是今天 香港的基礎 或者美國的自由基礎 好了 這一集就到這裡了 今晚再見 我們是 每天都在 那裡 都在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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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你 有 沒有 你 你 你看 你 這裡 你 你 這個